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支影片是单元九指数与对数当中的一些重要大稿试题的第二支影片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第一道立体吧 100年指定稿课甲的这一道问题呢 他说考虑坐标平面上满足这一个2的s次方等于5的y次方的点psy 有关这一个方程式下面哪一些性质哪一个选项的概念是错误的哦 要记得是错的哦 那你想想看他哪一个选项所以这个是单元选题 哪一个是错误的像这种题目啊 通常错的不会在第一个 他要么是在第四个就是第五或者是第五个 所以哦如果说我一定会从后面倒过来看 比如说我们就先看第五个选项 第五选项讲什么呢 点p的sy坐标可以同时为正整数 那意思就是说你2的s次方那s是正整数那不就是展开就是2乘2乘2 那5的y次方y是正整数不就是5乘5乘5 左边都是2右边都是5他们会相等吗 不可能啊你从直因数分解不可能啊 所以这一看就知道第五个选项就是错的 那这条题目要选错的 所以如果我我马上看到5我就直接答案就是5了 好来那我们刚讲的是你考试的时候快速 可是现在我们来看看那其他选项他还想考考什么呢 那我们这回我们就从第一个选项来 第一个选项他说玲玲是一个可能的解 玲玲是不是一个可能的解带进去啊 对不对这是选择题简单的地方 你2的0次方是1 5的0次方也是1 符合啊所以你看一个选项是对的 好来他是要选错的哦 好来那第二个选项呢比较丑的一个点 LOG5 LOG2是不是是不是他的解 他说他是一个可能的P点 一样嘛那就带进去看看 那带进去不就是要带入2的LOG5次方 跟5的LOG2次方看他们会不会相等哦 那我们先来看看2的LOG5 那因为到外跟5的LOG2比较 所以两个指数换成一样的底数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通通一个底数是2 一个底数是5 我们就通通换成底数是10嘛 所以你2是不是10的LOG2 对不对那外面上面还有一个LOG5 所以呢是不是就10的LOG2跟LOG5次方相乘 那我们换把那个YLOG2带进去 所以5的LOG2一样换成10的LOG5括号LOG2 那不就10的LOG5次LOG2 诶上面跟下面有没有看到 一样啊 那个次方都是LOG2跟LOG5 乘法聚焦换率嘛 对不对 所以显然上下一样上下相等 所以第二个选项就是对的哦 好来你看两个都对了嘛 来第三个选项 他说如果点P是那个点的话 他一定会满足他们的座标SY 相乘大于等于0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的S是正的 那你2的S次方不就会大于1吗 那你S次方 那个2的S次方大于1 那我左右相等 那5的Y次方也就大于1啊 那你5的Y次方有大于1 那你Y就大于0啊 因为1也是5的0次方啊 所以显然你看S是正 Y也就是正 但又有可能 他说满足S乘Y大于等于0 那如果S是负呢 我们来看看Y是不是也是负 S如果是负的 那2的S次方就小于1 那5的Y次方当然就小于1 所以Y是不是就小于0 因为2的S次方 5的Y次方是一样哦 所以这时候 S跟Y相乘 负负的正 所以第三个选项又对了 对不对 然后换第四个选项 他说所有的X的点 会变成一条直线 那这个我们真的就得解解看 那怎么解呢 因为你看这个指数相同 其实刚刚的2跟3就在导引你 那应该说1跟2 就可以看得到有两个点 如果它是真的是一直线 那就是两个点就可以构成直线了 你也可以从那两个点的直线来思考 那在这里我就直接解指数方程式 因为一个2一个5啊 底数不同就换底啊 就跟刚刚的第二小题其实概念一样 你把那个2换成以10为底 那不就10的6个2 挂2的S 同样右边的5的Y次方 5也要换成以10为底 所以10的LOG5 上面是不是就Y次 那解这个我左右的底数都是10啦 那所以我是不是上面的翅膀一样 那上面的右边 不就是LOG2乘X吗 左边右边呢 是不是LOG5乘Y 那所以左右相等之后 你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就是直线了 那个LOG2LOG5要知道就是像 跟号2跟号3一样哦 五里数 那所以就是一个2远一次方程式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一条直线 如果写这样你还没有办法看出来 那我们就把它写成 Y等于是不是LOG5 把它移过去 LOG5分之LOG2 也可以使用没有看出来 是一条直线 它的斜率就是LOG5分之LOG2 所以第四个选项又是对的 好啦 那不就告诉你 按照刚我的猜测 那1 2 3 4都对 错误的 果真就在最后一个选项 好 看起来有一点难 可是你一样就是掌握指数 底数不同的时候 就换底就好了 尤其是选择题 有些选项都可以带进去看看 好啦我们看下一道问题 来第二道例题 还是一个指数方程式 所以我为什么会把这两题摆在一起 指数方程式 我们就看它底数啊 你看它右边 10的6次方 已经底数是10了 左边底数是2 当然就把左边的底数2 换成底数10啊 好啦 所以我们解这一道问题 把210的s次方 这个把左边的底数2 换成底数是10 就10的LOG2嘛 那上面又10的s次方 那右边本来就10的6次方不动 那左右两边的底数都是10了 那是不是次方的地方就一样 那左边的那个次方呢 是不是就是LOG2乘10的s次 右边就是6 注意一下 这道题目是要求x 我们的x是不是就指在左边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会把那个LOG2移过去 那题目有给我LOG2的近视值 所以其实就在告诉你说 我就可以把那个近视值 把它带进去 0.3010 其实我就会心算了 因为6除0.30你比较慢 可是0.3010就大概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左右嘛 对不对 好 0.3嘛 对不对 你就大概用0.3 10分之3 这样去算也可以 那如果0.3 10分之3 10分之10 是不是就大概20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不放心 你也可以真的慢慢去除 19.93 那不就是大概20嘛 对不对 那就在问你说 10的几次方大概是20 好 你知道下面怎么算了吗 10的几次方大概是20 那不就是把20换成以10为底 那你的20已经有一个10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重点不就是把那个2 换成10的几次方 那这个就题目里面告诉你的 你的2不就是10的0.3010次方左右吗 对不对 所以大概就10的1.3次方左右 所以要说靠近哪个选项 答案就是1.3 我们的第三个选项 你答对了吗 对不对 S就是大概就是1.3 好 来 所以答案是3哦 所以有人这一题 其实当年度考就很难 就考住了 一直掌握着你要做什么 你看都是换成以10为底 好来这两题都有点像 就是把指数记得换成以10为底 那我们就看第三道问题 98年学测 都是旧克钢 可是我们现在看 用108克钢的话 我们怎么算 某工生会的响应节能减碳 现在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他希望5年后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变成现在的75% 那又希望每一年 都维持固定的比例去减 不要今天点减很少 有点减很多 所以很多就很难 所以要达成这个目标 希望每一年都要比前一年减少多少 有些同学会说假设 减少X 这样其实不好 你知道他每年要维持固定的比例 就是每年要变为前一年的几倍 你知道那个倍数一定比1小 还会减少 所以你在解这一道问题的时候 固定的比例就直接从固定比例去假设 我们就直接假设 那每年固定的比例变为S倍的意思 固定变为S倍 就是两边同时开5是根号 我把这个式子左右两边五分之一次方 那左边不就变成X 右边就是四分之三的五分之一次方 所以其实坦白讲我如果有计算机 我现在就可以按出来 我就按四分之三的五分之一次方是多少啊 可是假设一下现在计算机还是没有融入大考的话 那你怎么去求数这个 通常都只告诉你 它会告诉你 这些数的换成以十为底 对不对 会变成10的几次方 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 好 那个3跟4变成10的几次方 最常给你就是log2跟log3 那如果它给你 又给你这log2跟log3这个选项 那你就知道 我们这里呢 四分之三 就是那个3 就是10的log3 4就是10的log4 五分之一呢 那就是0.2那log3已经有给你嘛 log4呢 知道log4是不是log2的两倍 对不对 因为log4是42乘2嘛 我们那个2乘2 那个指数相成 是不是拆开的那个次方 是不是相加的意思 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带进来了 一个是带0.4771 一个就是带0.6020 可是因为这个相处嘛 我就先相减嘛 对不对 相减之后 我再带进去比较快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时候 我就把log3带0.4771 log4呢 我们就带 0.6020 对不对 那带进去一算 你就会发现 它就会变成是 负的 0.02498 那 10的 负0.02498 这个多少啊 你 应该计算器一样就有 对不对 在这里呢 它没有给你 这个你 以前的题目是要查表 现在没有 这个显然就是直接按计算器 所以现在这种题目啊 它就只能在这里 它只能直接给你 它没有办法用以前的方法来考你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计算器融入 那所以你就看到是 0.9441 这个是按计算器的 这种题目其实就是按计算器 如果没有计算器 它就只能在这里直接给你这个值了 不然就只能问你说 它变成几倍 就没有办法说考数它减少多少 除非像我们这样直接按 得到 0.9441倍 它说要到 说到小数点第一位啊 所以这个就等同于 如果变成减少的话 就是1减2x 那就是0.056 换成百分比 就是减少这么多嘛 就是5.6百分比 变成减少这么多 所以其实 现在有一些以前的题目 没有办法考到那么精细 它一定要变成 简化再简化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下一道问题了 这道题目的答案 这道题目的答案是 5.6百分比 来 第四个立体 它说A1到A10是一个等比 A比1大 R也比1大 那有个N点呢 从0.0出发 连续按照下面的规则 移动十次 向右移LogA1 向上移LogA2 以此类推 移动十次后 最后停在那个N点 你看很复杂 那变数很多 如果你A1 A2 这样就变数很多 可是你知道 它那个最后那个点 就分成S座标跟Y座标 如果我们呢 先从S座标 就是向右移的嘛 你看向右移 LogA1 LogA3 一直到LogA9嘛 那你不可能那么多变数啊 你就要掌握 它给我们等比 那给我们等比 不就是 我们等比就是 首相跟公比 所以马上把那个A1到A10 就换成AAR AR平方到AR9次 所以我向右移的呢 把它累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LogA加LogA R平方 LogA4方 LogA6方 加上LogA8方 是我们把那个A3 A5 A7到A9 都用A AR AR平方 用A跟R来表示的意思 所以这五个向右移的 是不是就会等于 5加5倍的LogA2 对不对 那5加5倍的LogA2 你要把这个先整理起来嘛 对不对 不然你那个适者很难啊 所以我们的变数 就掌握就只有A跟R 我们知道LogA R平方 相乘是不是拆开成相加 所以你会发现 大家每一个都拆开成 相乘拆开成相加 老是因为板面不够 没有办法 慢慢帮你拆 比如说 如果是LogA平方 那就要拆成LogA 加上LogR平方 LogR平方 是不是就会变成 两倍的LogR 所以我这边快速心算 就变成它会拆开成 五倍的LogA 那在这里呢 后面还会有一个 就是R 一个两倍 两个LogR 后面有个四个 所以把那个R 直接合并起来 总共会有二十倍的LogR 好来 我说这个才会等于我们的五加五倍的LogR 对不对 那同样的向上也要这样算吗 好来 所以我们接着算向上 就是LogAR LogAR三方 一直以此类推 到Log的AR九次方 好 再一次哦 你发现 每一个相成都要拆跟相加 所以每一个都有LogA 所以它就会有五倍的LogA 那R呢 是不是 像如果LogAR三方 你就会拆成LogA加上LogR三方 LogR三方就会变成三倍的LogR 所以你去算一下 就知道总共有几个R 你算出来了吗 3加7 10个 1跟9也是10个 可是有一个LogAR五次方那里有5个 所以应该会有25个 会比刚刚多啊 因为这个是偶数嘛 那这个就会等于5加 2分之15倍的Log2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 它上下两个式子 两个位置数 一个A跟R 好 两个式子 我就可以解啊 就连立方程数啊 那怎么解 你会发现 我上面下面都5倍的LogA 相减就好了 好我们把它一减 把它相减 5倍LogA是不是就消掉了 可是下面25个LogR 上面20个LogR 是不是剩下5个 那右边那个5也约掉了 2分之15减掉5 那不就剩2分之5吗 你会发现 我们就解除R了 两边的5倍还可以先消掉 那就可以得到LogR 是不是就等于2分之1的Log2 Log2呢 也就是2的2分之1次方 那就是Log根号2 所以呢 我们的R 就等于根号2了 解出来了 你会发现 那个选项里面 R有根号2的 那还有A啊 A到底是多少 带进去 我们把R等于根号2 带入上面第一个式子好了 好 带回去上面的式子就得到 5倍LogA加20倍的Log根号2 好 那我更等于右边那个式子嘛 那个根号2记得 可以拉到前面2分之1啊 好来 我们等于右边的式子5加5倍的Log2之前呢 先把那个根号2的2分之1拉到前面 让那个20乘2分之1是不是就变成10 那这个式子才就会等于5加5倍的Log2 那一项一下你可以把5先除掉 把那个10倍的Log6你除掉 5是不是两倍Log2移到右边 所以化减一下 就可以得到LogA 就会等于1减掉Log2 那因为我们要变成是Log嘛 所以把1换成Log10 那Log10减掉Log2 相减是不是就是相除 所以我们看出了 A是不是就等于2分之10 是不是就等于5 好我们算出来了 A等于5 R等于根号2 所以答案就是第5个选项 你选对了吗 好 那不要忘记大考题 有一点点难 好 可是你只要有耐心 好 再努力去思考 他考的重要概念 像这一题呢 他就结合了等比跟对数 好 那不要忘记 再继续往前 继续学习 加油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